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看懂英文的看上面 看不懂就看下面 反正很帥就對了 那到底是要幹什麼用的 OK 好 那請各位翻開 你們今天帶的課本的第109頁 你們上課都不帶課本的 OK沒關係 那我就幫各位把109頁再講什麼 跟各位講一下好了 109頁第二節大概講到這邊 故事直接切入 所以呢 這時候這個 身體裡面發出了很恐怖的聲音 公主知道這個毒龍啊 今天晚上要來了 所以呢 他就找了他的武士說 OK 你如果能夠幫我去把這個毒龍殺了 我就嫁給你 OK 但是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必須要你要很清楚告訴我 你是怎麼把他殺了 這個武士呢 他說 小case 他就帶著他的 阿劍 短刀啦 斧頭啦 他就進到森林裡面 經過一陣廝殺 這個聲音自己畫一下 經過一陣廝殺 終於 這個龍被殺了 這個 武士就出來說 報告公主 解決了 OK 可是公主說 可是你還沒有告訴我 你是怎麼把他殺了啊 他說 這武士說 喔 剛才一陣混戰 我也不知道我怎麼搞的 反正 他可能看到我就嚇死了 還是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那怎麼辦呢 那公主說 有一個辦法 OK 你一次就帶一樣東西進去 OK 再我們重新演一次 這時候要換下一頁 OK 下一頁最上面那一行就是 你再重新進去一次 那一次帶一個武士進去 這時候呢 我們就能夠看看 如果說呢 你進去沒出來 那就是你完蛋了 你如果有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你帶的武器 是殺死那個毒龍的東西 的武器 好 然後我們直接換到最後面 所以呢 這個武士呢 他就帶著他的一樣東西 一樣一樣的帶進去 到這個黑森裡面去 就跟毒龍去打聽 然後最後呢 他終於知道了 經過多久的時間 等一下最後結束的時候 會跟你講 因為這本書總共一千多頁 不過我們知道他把他殺了 那他也知道他是怎麼辦到的 對我們在做藥物設計的時候 剛開始化學家 針對一個問題的收集 大概也就是這樣子 我們知道有個疾病 我們知道有個標的物 我們要去把這個標的物給解決 我們知道我們把這個標的物解決掉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疾病給停掉 可是呢問題就是 化學家在做這樣的研究的時候 他常常不知道 他的標的物是什麼東西 即使知道之後 他也不知道要怎麼去準備他的武器 去對付這個疾病的標的物 就跟這個故事一樣 好 現在你可以把課本關起來了 好 我們直接下一張 所以呢 對於這個武士 武士來講 武士來講呢 事實上呢 他就像 以化學家來講 他就是一個分子 化學分子 這個化學分子呢 這個主要的架構的部分呢 就是這個武士 這些 寫個R1 R2 R3這些東西的 就是他帶的武器 所以到底是R1 R2 R3要怎麼做怎麼修飾呢 才能夠 真正能夠 發揮他的作用 這就是化學家 他們要做的嘗試 他們用這樣的結構的 不同的改變 然後去一二再 再二三的測試 慢慢去找出他的活性 找出他活性的規律 但是呢 各位想想看 以目前 在化學合成的時候呢 這些R1 R2 它的可能性呢 最簡單來講 大概十的三四方 那麼多的東西 可能一千到十千種 不同的官能 我們叫做官能基 那如果把它組合之後 各位數學比我好 大概會多少個 可能 三個而已嘛 這一題放到最後面 等一下問的時候 聽說會送禮物 OK 應該十的九次方 所以呢 有這麼十的九次方 把它組合 所以表示說這個五四 它有十的九次方 這種可能 所以它進去十的九次方 我看它還沒燒到毒龍 它已經先列死了 因為它不知道 它哪一次會成功 更不用講 這個國家不只一個五四 它有很多個 非常多個 就像浩瀚的宇宙那麼多 以化學來講 目前大家估算了大概 可能性的 可能性的這個主要的化學結構 大概有十的一百次方 可能是高估了 不過就是大概是這麼多 這個我們叫做一個估狗 但是呢 如果說叫化學化學家去合成 大家努力來合成 想一想可能合成大概有十的十次方 那麼多的藥物 如果呢 真正要去合成十的十次方 事實上也是 蠻累的 不過 我們如果去努力收集一般的 一般的藥廠 或者是鹽化單位 大概可以收集到十的七次方 大概一千萬種藥物 OK 那這一千萬種藥物呢 其實呢 你如果要全部收集來 要發揮非常大的工夫跟金錢 以我們基因的中心 我們大概可以收集到兩百萬個藥物 目前兩百萬個 可是兩百萬個藥物 你要每一個都去看看哪一個才是 真正能夠去把這個疾病給阻斷的那個藥物 其實是要發揮很大的工夫 各位如果曾經在做過普化 你們做一個緩印 我不知道花多久的時間 但是在做生化的話 你每做一個藥物要去做測試 他也是要花那麼久的時間 可是一百萬個 各位想想看一百萬個他要做多久 比一個一般在實驗室做實驗的人呢 他大概一天如果能夠做個一百個 用九十六公盤 一天做一百個 大概可以算一算他大概要做多久 他才能看完說OK 他的藥哪一個有效 更不用講這整個才是故事的開頭而已 雖然他在109月的第二章節那個地方 再來 到底有多少的疾病標的呢 我們來看看 我們人類基因 大家都常常聽到人類基因解碼 可是呢 目前呢 真正能夠估算呢 大概有三萬個 三萬個在我們的人類的這個 基因體裡面 大概呢在這三萬個人目前呢 可以知道可以成為藥物標的物的大概有三千個 還有一些跟基因相關的 可能是基因突變所造成疾病的 這個也大概有三千個 因為目前我們市面上各位常常在看到的一些藥物 包括擦的抹的吃的注射的 包括是差不多就是六百到一千五 這個數字呢事實上 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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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計出來的 因為到目前為止 FDA也不知道他到底通過的藥物 到底真正裡面的主要的藥物有多少個 不過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數字 所以呢 我們的標的物有那麼多 在城上剛才各位所知道的 那一個Google的藥物 你知道這個實驗 要把人類所有的疾病 或者是我們所感染的這些疾病 要把它解決 事實上他的功夫是非常非常的大 你有那麼多藥物 你有那麼多標的物 你要一個一個去測試 其實是蠻花時間的 更不用講這裡我所提到的是人類的 還有一些我們所感染的 包括一些寄生的東西 細菌或是病毒 所以呢 這工作事實上是非常的龐大的一個工作 怎麼辦 我們就來篩選吧 什麼叫篩選 篩選的概念非常的簡單 這個連阿婆都知道 你設定一個方法 你設定一個你要的什麼東西 然後你整批去看 你要把它自動化 OK自動化 然後你設定 例如說阿婆說 我每一顆土豆要一公斤 所以呢 它就跑過去 然後用自動化 然後你就找到 找到你要的東西 當然啦 我不知道要跑多少土豆 才會找到一顆一公斤的土豆 不過Anyway 對我們來講 篩選的概念就是這麼簡單 你看 真正這個篩選的概念 應用在藥物的研發的前面呢 事實上已經有40年了 但是我們不用講那麼古老的故事 基本上這個概念大家每天也許都在用 包括你在選男朋友 選女朋友也許大概都有 大概有用到 不過真正在藥物篩選的時候呢 它的概念也是一樣 你設定一個標的 你設定一個方法 設定一個標的 然後你全部去看過 用一個很快速的方法 全部去看過 然後你再來決定 先把一些不要的 先把它敷裂掉 然後你再把你要的東西集中 你這時候你就可以慢慢來看 看看它 是不是真的就是你想要的東西 在經理中心呢 我們有一套設備 你們今天下午如果有空的話 就可以看得到 我們會帶你到實驗室去晃一晃 那在做這個藥物篩選 事實上我們有四組人馬在做 不是很簡單的一個人可以做的 事實上我們要做篩選藥物 第一剛才提到了 你有那麼多藥物 你一定要把它收集過來 OK 所以我們有一組人 專門在做藥物的收集 他收集來的藥物呢 然後我們必須要慢慢 我們要登錄那些所謂藥物 登錄到我們的資料庫 所以你把藥物收集來 再來我們有另外一組人 最主要是要做 叫做 去設定怎麼去做這個實驗 你怎麼去做這個實驗 你才能判斷它是有效沒有效 或者是很有效跟差不多有效 你怎麼去設定那個實驗 所以有一組人專門就是 你給一個標題物 他就來設計這個實驗 再來呢 就是做高速篩選 高速篩選就是把這些藥物 跟這個實驗呢 就一起在這個平台裡面一起做 然後做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從這個實驗的資料裡面呢 我們做一些資訊的分析 再回歸到我們的資料庫 我們才知道說 剛才那個有效的藥物 它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OK 它用的是哪一個武器 是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再把這個資料 往下傳給 後面的人 再繼續往下做 所以基本上在整個藥物篩選呢 它是一組人馬在做的 它必須要收集藥物 登錄藥物 設計實驗 然後操作這個實驗跟這個藥物 最後資料分析 所以高速篩選就是這麼一回事 好講完了 OK 這時候呢跟各位看一下 剛才有提到96混盤 目前呢我們所收集的藥物呢 我們都放在這樣的盤子裡面 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你藥物一個一個來 你必須要登錄 然後放在這個盤子裡面 那因為我們為了要讓我們的篩選 可以是更快速 所以我們用的盤子呢 是1536孔盤 也就是一次同樣一個實驗 在1536孔盤上面做 也就是我們做完一盤 我們就知道1536個藥物 到底哪些藥物是有效 哪些藥物是沒有效 所以每一個小小的這個孔洞呢 事實上就是一個實驗 OK 每一個小小孔洞 那我們怎麼樣能夠 能夠做這樣的東西呢 所以我們收集的藥物呢 也是一樣 我們收集來之後呢 我們必須要慢慢去分盤 把它分到這樣的盤子裡面 我們才能夠做實驗 那你在分盤的時候呢 你各位可以看 從96孔盤 要分到384孔盤 大概分到1536孔盤的時候呢 你如果藥物的登錄是錯誤的話 位置放錯 然後你去做複製的時候呢 你如果做錯的話 那我可以跟你保證 你塞完之後 你也不知道你在塞什麼東西 好 這個我 所以這個步驟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 在 所以各位可以想想看 我們經理中間收集兩百萬個藥物 要做這樣的事情 是要多麼仔細 要花多久的時間 我把剛才剛才各位 跟各位講的大概整理一下 所以一般我們如果說 知道有一個疾病標的 我們也想辦法把這個實驗給設計出來 好 例如說 如果這個是一個疾病標的 我們設計一個實驗 如果說我這個藥可以阻斷它的話 我可以阻斷它的話呢 它就不會產生任何訊號 如果沒有辦法阻斷它的話呢 那它就會產生信號 例如產生螢光啊 或者是冷光 這樣的一個設計 那把這個實驗呢 就把它放到這個盤子裡面去 把這些要做反應的東西 就放到這個盤子裡面去 然後呢 我們在 有一個設備呢 會把剛才那個藥物呢 把它 1536種藥物 就放到這個盤子裡面去 然後最後呢 因為我們有200個藥物 每一個盤子是1536 所以各位可以算作 我們大概要做多少個盤子 那因為是從物的動作 所以我們就依靠 這樣的一個機械手臂在做 OK 然後呢 做完之後呢 我們去 收集它的信號 各位可以看 這是一個例子 這邊呢 這邊呢 是沒有效的 是一個控制 那這邊是有效的藥物 我們做一個控制 那這邊呢 是我們的 我們這樣收集的藥物 我們可以從這些暗暗亮亮的 我們可以知道哪些藥是有效 哪些藥是OK有效 然後呢 我們也會去做分析 那我們很快的 把 如果我們把分析 把信號畫在這樣的圖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很亮的信號呢 大概就會 都在這上面 好 那比較暗的東西會在上面 那這裡中間呢 就是差不多有效的 OK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 像這個是差不多有效的 普通有效的 還不錯的 更有效的 那我們就會把這些藥物 回到資料庫去把它調出 調出來看看 它到底是怎樣的一個藥物 OK 所以你做完篩選之後 再來怎麼辦 再來呢 你需要 找化學家 OK 你需要化學家呢 來幫你把有效的藥物 做一些修改 因為你塞到的藥物呢 它可能有效 可能有一點點有效 可是各位忘記了 這些藥物 如果要用在我們人身上 它還不能有毒 OK 看你也希望它吃下去呢 你去上廁所的時候 它也會出去 而不是一直留在你身上 所以它有很多特性 我們必須要去修改 所以需要化學家來做 來幫忙 那 怎麼去找到這麼好的化學家 我們就知道 找偏行者出來啦 這個 這個是Star Wars裡面 第幾 第幾幾忘記了 OK 那我們有一個專門的人員 這個是 德克斯特 德克斯特 他專門設計東西的 那我們 經過 我們去調查之後 我們知道這個化學家 他住在這樣一個地方 這個星球很奇怪 所有東西都不能靠近 OK 只有這個平台你才可以靠近 你只要不是 你只要靠近這個平台 你還不是很精準的落到這個平台 他這個化學家 他有設計一個保護機關 會幫你推到很遠很遠的宇宙 你要是找R18光年去幫你找回來 那麼遠的地方去就對了 OK 所以呢 我們天行者呢 他就想不出什麼辦法 當然他找德克斯特啦 那德克斯特就幫他設計 很簡單啊 你都知道他長什麼性質 我今天做一個模型的一個設計 OK 那最主要我的機器設計在這邊 所以你有三個主要的這個能源動力 這個能源動力 它是會交互作用的 跟這個平台交互作用的 OK 所以你每天 這個天行者 他每天就練習 終於有一天他成功了 他可以很安穩的降落在平台 他說OK 我出發了 出發 所以他在這個平台他就是練習 練習 他終於練習到 練習得很成功 可是當他真的去找到這個化學的地方 化學慘了 昏倒了 他並不是他想像的那麼簡單 因為他旁邊 他這個設計的這個平台 旁邊還有三個不同的組合 有一個規定就是 你這個組合一定要跟我能夠交互作用 也就是你攜帶那三個東西 一定要能夠交互作用 只要錯誤的話 你就是沒辦法好好降落 一定會被推掉 還好德克斯特很聰明 他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他就用模組化的東西 你本身的灰星船在這邊 你這個東西可以組合 所以你只要去上空看一下它是什麼東西 然後再把它組合上去 依照它的樣子 色彩組合 你就可以成功 OK 所以終於 成功了 成功了 他就把剛才我們篩選完的資料 就帶給這個化學家 好啦 所以化學家說 好啦 既然你都這麼有誠意來了 那我就幫你 好好把你東西改一改 讓你吃下去有效 不對你身體沒有毒害 很快 你去如果 在你身體上 如果OK的話 就會排出去 不會溜在你身體 等等等等的 他跟各位說好 OK 所以化學的修飾是這樣子 當我們去篩選完之後 我們大概會知道藥物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你 就好像旁邊這個地方還有空間 可能還有教務中 所以你還要再搭一些東西 也許你篩選完的東西是 這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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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想法 是不是我們把這三個組合在一起 會更有效呢 所以化學家就是 本來他 他本來的化學家 就是有這樣的能力 只是因為我們的標的物太多 我們的化學藥品太多 他一開始我不知道哪一個 來當我的主要灰形船 現在他經過我們的高速篩選 他知道了 我們主要衛星船 是這樣的主要的架構 所以我們用這個架構 來改這些東西 那就方便了 給各位看幾個例子 感冒 各位都知道感冒 那各位也都知道感冒是怎麼引起的 病毒 那病毒怎麼稱呼它 病毒大家 我們都是靠它外面的夾套 來稱呼它的名字 像這個叫做H3N2 各位有空沒空就會得到 這個在700代的時候 香港流感造成了全世界 大概百萬人死亡 特別在美國 美國本土的 就大概有三萬多人 死於這個病毒 所造成的這個流感 流感的一輩子就這樣 它會感染 進到我們人類細胞 它流感病毒裡面呢 它實際上帶有它的基因 基因密碼 它進來之後呢 然後呢 它會把這個基因板留著 騙過我們人體的細胞 去幫它複製 當然它一剛開始 它自己也有一些 它的蛋白質的這個 這個基因密碼 會讓它去產生 它最主要的一些蛋白質 一些產生功能的東西 然後最後呢 在我們細胞裡面 做了很多的複製 複製完之後呢 它會再自己包裹 然後再出去 產生更多的病毒 所以呢 我們在 我們做研究一些 我們如果要阻斷流感的話 我們就看看這個病毒的醫生 我們看看它哪一個地方 我們可以去阻斷它 使得它沒辦法完成 這樣的一個路徑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對抗 這樣的一個疾病 這裡我提到 各位應該常常聽過 叫做神經胺酸鎂的樣子 叫Neuramides 這個東西呢 它事實上會 會連在我們人體表面的 這個細胞表面的一個糖 根據這個糖 它會結合 然後呢 結合完之後呢 它會進到細胞裡面 就剛才看 當它已經都複製完之後 包裹出來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 但是它如果要離開的時候呢 它必須要把 它跟它的結合很黏的 這東西切掉 OK 那我們如果把這個 負責切掉 這個神經胺酸鎂 把它放大 它的分子結構大概就長這樣子 那這個糖呢 在這個糖呢 我們如果把它放在裡面 它就這樣 所以呢 這個就剛才跟 我們天心者開的那個 灰星船一樣 它必須要落在這個位置 它必須要進到這個地方 很漂亮的進到地方 而且要跟旁邊的東西 有互相的交互作用 它才可以 發揮它的功效 所以藥物設計裡面呢 這個各位可以 這就是我們的客流感啊 這另外一個 這用鼻子噴嚏的一個 抗體流感的一個藥物 各位可以看它們 事實上結構上 雖然我們化學不是很行 不過我們不是那個瘋狂化學家 但是我們也一眼看出來 應該大概也可以看出來 大概就是有幾個地方 稍微改一下 所以它要它的主架構 它的灰星船是固定的 旁邊的一些修飾的地方 要配合它才能夠進來 OK 那目前這個客流感 各位常常聽到說 它要造成突變啊 病毒造成突變 使得這個藥物失去 慢慢的失去功效 事實上就在這個位置 就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未來化化學家 還是需要能夠 從這邊再繼續修飾 使得這個突變的關係呢 可以把它排除掉 所以設計篩選 知道主架構 然後慢慢修飾設計 化學家慢慢去修飾它 改變它的特性 使得這個藥更有效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我們 最近發表的一個例子 這個叫做核蛋白 那這個核蛋白最主要就是 幫忙包裹這個病毒裡面的 基因這個信息的 那這個核蛋白呢 它喜歡聚集在一起 大概三個三個一組這樣子 然後呢它會去結合這個 這個負責呢 負責幫忙這個基因訊息 在第一步的時候 先把它轉移出來 變成蛋白質產生功能的一個 一個東西 那它是結合它的RNA 就是這些一條一條的 這東西的基因訊息 那它的基因 那所以呢 我們知道它聚集之後呢 它才會產生功效 所以呢 在這邊呢 我們需要找一個藥 這個藥呢 能夠阻斷 讓它們不會三個三個這樣 聚集在一起 因為它聚集在一起 它就會幫助它去轉移 所以我們如果把它阻斷的話 它就不會有很好的功能 就發揮不出來 那我們如果把這一個 這個核蛋白來 我們如果把它晃大來看 它的結構就長這樣子 那它們互相聚集的話 事實上它們是靠了一隻尾巴 像這個綠色這個地方 是別人的一隻尾巴插進來的 所以它們靠這樣手牽手 那說我們如果能夠再發展一個藥物 能夠先去把這個地方 這個手給牽住了 那另外一個核蛋白的尾巴 如果要進來 它就沒辦法進來 OK 所以這是設計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就 在這個計畫裡面 我們就先去篩選我們的藥物 我們幫他們所有人 換個藥物去篩選 然後我們 在我們實驗裡面 我們設計是這樣 設計我們設計一個人體細胞 人體細胞裡面呢 有放一個我們叫做 可以放入出信號的東西 所以假設這裡面的病毒蛋白 如果被複製的話 它有產生病毒蛋白的話 它就會產生冷光 如果我們藥物進去之後 使得這一個東西 那沒辦法產生功能 它就不會產生冷光 OK 就是這樣的一個設計的實驗 放到我們的盤子裡面 三選看過 看過200萬個藥物之後 我們找了幾個藥物有效的藥物 但是我們問的問題是 這個藥物真的是阻斷在這邊嗎 所以我們就再設計另外一個實驗 但是這時候我們不用去看200萬個藥物了 我們大概知道幾個藥物是有效的 所以我們可以很專心的去看這個藥物 看它是不是真的去抑制這個地方 使得它失去功效 很幸運的 我們真的有找到三四個藥物 OK 這三四個藥物真的會停留在這個位置 而且它也蠻不錯的 感謝德赫斯特的設計 所以它停留不錯 但是問題來了 化學家還是需要化學家 剛才講過了 當你篩選完 你得到一個藥物之後 你還是需要化學家 來幫我們修改它的特性 包括剛才講的 停留在我們身體的問題 毒性的問題 所以這樣的資料呢 我們就會傳給化學家 然後化學家會去幫我們 再做進一步的修飾 當然篩選的方式很多種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挑過了 如果各位有興趣 我們再慢慢談這方面 好啦 故事都很不錯 結局也都很完美 篩選 兩百萬個藥物 設計實驗篩選 看到你有效的藥物 經過化學家 修飾都好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看到 你們花敏的藥物在市場上呢 各位每次看報紙 什麼又有救了 可是好像等好久 好像都沒有聽說 真正有那個東西 在市面上 這是研究單位 我們做的是研究 OK 在整個藥物在生產的時候呢 它事實上要很長的路 非常長的路 我們就只是在這邊而已 我們是在發現的一個階段 你發現完之後 你還要做動物試驗 動物試驗 還要找有醫院者來做 那你做測試 再找兩三百個人 然後再做測試 如果都沒有毒性OK的話 再來找更多人 來看看他有沒有效 然後再來你還要經過那個藥檢局的同意 最後你還要去生產 你才會有這個藥 這個時間我把它標在這邊 這個從網路上面copy下來 各位加一下 各位加一下 這個等一下也是copy 大概多久 OK 所以我們只是研畫階段 我們盡我們能力在最早期的時候 幫忙後面的這個研畫 能夠讓我們很快速的 能夠去專注的哪些藥 是可以往下面開花的 是比較可能的 然後呢 後面這東西才會啟動 當然最後你產生藥物的時候 你在市面上可能還是沒辦法看到 因為他再來就是商業的考量了 因為他還要考慮 他能夠賣幾顆藥 賣幾瓶藥 一瓶賣多少錢 市面上到底有多少病人可以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所謂的罕見疾病 罕見疾病 常常要找到的藥比較少 因為他的市場小 所以後面的東西又是另外一種考量 跟我們這邊做的 是完全是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專注在這個研畫 縮小目標 能夠專注在某些的標的物 往後面走 OK 如果各位對於我們高速篩選 有興趣 除了今天下午 各位可以參觀之外 我們還有網站 網站在這個地方 OK 那聯絡的人 不好意思 都是都是英文 OK 不過你只要記住網站 到我們經理中心 你如果忘記網站 在經理中心的網站也可以連結 那我今天的藥物篩選的部分就講到這邊 好 謝謝各位 好 問題開始 有送精美禮物 精美對比 OK 好 先問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狀況一般是有兩個 一個是你剛才昏倒了 另外問題是 大家聽得懂 好 藥物標的 噢藥物標的 問得非常好 OK 你所謂一般我們所簡稱的藥物標的 就講說 有一個疾病 這個疾病 它可能 因為我們做的都比較分子層次 它這個疾病呢 到底跟怎樣的生物分子 是可能在這個疾病的演化過程中 是重要的 就像剛才有提到的流感 在這流感的感染 跟還原 跟出去之後 再繼續感染的這個路徑 裡面你覺得哪一個路徑的生物分子 是可以影響到它這個整個路徑 你把它停著 它要從這邊走過去 你在中間找一個東西把它停著 這一個能夠影響到它的這個生物分子 我們就叫它疾病標的物 可以成為它的藥物 可以成為它的藥物 可以成為藥物 可以成為藥物 因為我們 因為基因體裡面 簡單來講是這樣子 在中心教條裡面講過 我們人體會有一些功能 最主要是因為蛋白質 OK 你跟我不同 可能是因為後修飾 後修飾前面有蛋白質 蛋白質怎麼來的 RNA來的 RNA來怎麼來的 DNA DNA是整個這套書 所以DNA有這些 告訴你說 要表現RNA 要表現怎樣的蛋白質 你才會產生怎樣的功能 OK 所以你如果知道這個基因體 你從這裡面 你就可以推測說 大概會產生哪些蛋白質 那這些蛋白質 如果跟疾病能夠關聯到 那這個蛋白質就是一個 可以作為藥物 設計的一個生物標的物 問的問題非常好 先送你 來 問題來了 幫我們設計灰形器的是誰 德克斯特 好很好 德克斯特最主要要解決的是怎樣的問題 他講得非常好 因為他是用了考前三分鐘那種簡潔版 我把他講的再講一次好了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生物分子的標的物 他有特別的形狀 這個特別的形狀 是發揮他功能的地方 所以德克斯特把我們設計一個東西 能夠很容易快速變化 去符合那個位置 能夠很精準的到達那個位置 他講的就是這個意思 非常好 為什麼我們常常看報紙說 又有發展一個有效的藥物 為什麼還要 在市面上都沒看到呢 誰知道 他很 非常好 我剛才問要多久 15年 15年喔 差不多啦 10年20年都有可能 OK好 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沒有事情 為什麼要做高速篩選 那邊 他也是用了考前三分鐘簡潔版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要我們面對的化學的藥物那麼多 我們面對的疾病標度有那麼多 這兩個東西加在一起的 是相成的 有那麼多種組合 我不可能一個一個來 那怎麼辦 只好靠自動化快速衰嫌 重複做這個實驗 那這樣我才可以回家睡覺 OK講得非常好 好 那 歡迎各位今天下午來參觀我們的實驗室 那今天我的影響就到這樣 謝謝各位 好 我們再次謝謝吳雲達博士 那請到